这一年来超级英雄的电影真的是夯到不行 每一部都可以说是印钞机 只要一上映就会达到票房的记录 那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粉丝已经苦等了14年的超人特工队2 他在北美上映首周的票房就达到1.8亿美元 真的是很厉害 缔造了这个北美动画片首映的票房记录 那粉丝看过之后呢 也给予他们Aplus的好成绩 那很多影评的网站呢 也给他们94分的高分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些另类的超级英雄 让影迷睽违了14年的强挡续集电影 超人特工队2 终于在今年回归大萤幕 北美首周末票房就超出分析师预期 开出1.8亿美元的亮眼成绩 不仅称霸北美周末票房榜 更轻松登上北美影史动画片最高开篇记录 你好 在第一集超人特工队的结尾 彩矿大师就已经留下续集伏笔 但却迟迟等不到消息 营迷们应该更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等竟然等了14年 其他皮克斯的动画电影早已相继推出续集 备受欢迎的汽车总动员 甚至已经在去年推出了第三集 超人特工队2这次强势回归 果然没让影迷失望 外面一致大赞是值得等待的好作品 北美首映周末票房高达1.8亿美元 打破海底总动员2 罗里去哪儿 在2016年创下的1.35亿美元记录 也一举超越了真人版美女与野兽 2017年卖出1.748亿美元的首映记录 成为北美首映周末票房最高的辅导级电影 超人特工队2打破男主外与主内的传统 将社会主流价值观下的家庭角色对调 让许多女性都充满共鸣 而导演布莱德博德日前受访时也透露 超人特工队将会再推出续集 只希望大导演不要再让大家一等又是14年了 小怪程 早选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